第36题 甲A两车在直线上运动 两者速度时间的关系如右图为两条平行的斜线 根据图形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两车不可能相遇 我们看到甲车速度比较快 乙车速度比较慢 但甲车如果在后面跑 那乙车在前面 那么甲车就可能会追上我们的乙车 那么他们就会相遇 所以我们的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甲车的加速度值比乙车大 我们晓得VT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 直线越斜加速度越大 这是两条平行线 表示一样斜 表示加速度是一样大 所以选项B也是错的 选项C 甲车的出发点叫离远离远点 这个我们看不出来 它是甲有所谓的出速 乙没有出速 那并不代表它远点就比较远 所以选项C也是错的 那么选项猪说 甲车相同时间的位移比乙车大 VT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面积代表 位移 所以同样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甲的面积会比乙的面积大 多了这一块 所以甲的位移比较大是对的 因此第36题问我们说 根据图形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甲车相同时间的位移比乙车大 我们下车相同时间的位移比乙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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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车相同时间的位移比乙车大